86岁的资深演员于慕莲因肺纤维化,入院接受治疗,期间需进行换血手术,插喉呼吸,情况一度危急,经急救后情况已好转,不过他入院已有三个月,因长期卧床感到苦慢而极度不开心,甚至一度扬言想死。 据苹果报道,林建明透露好友于慕莲情况已稳定,并在护士帮忙下,已可跟朋友通电话,并透露两人在进行视讯时,于慕莲忍不住哭了出来,他心想入院只是检查一下便可离开,怎知一进去,好几个月了就过去了,不知道自己因什么事而昏迷,他接受不了,所以哭了。 林建明指出,于慕莲殷侯不仍插吼,目前有接受进食训练,多数时候都躺床休息,或需要护士帮忙,才能坐在椅子上活动。 由于待在病房两个多月,本身很爱找人聊天的他就觉得很闷,想说话也不方便,吃又吃不到,他气哪说有时想死,林建明则安慰他说,不怕,要坚强,都撑过两个多月,很快就能出去过农历年了。 于慕莲殷接受采访时,正式宣布死后捐献全部遗产,他还准备将骨灰撒进花园。 禁照中的于慕莲殷,穿着黄色花纹衣服出镜,脖子上戴了丝巾点缀,配上红唇,打扮精致,别看他精神状态还可以,其实他几年前经历过一场大病,一度病危,索性,他的生命力很顽强,在住院半年后顺利出院。 虽然现在不用住院,但于慕莲殷仍需要靠药物控制病情,他咳嗽很厉害,每餐只能吃半碗饭,体重不到90磅。 谈到生死,于慕莲殷表现得很乐观,称只希望能让自己多玩一两年,他表示每个人都要死,在睡梦中死去是最理想的,问到是否有心愿味了,他说自己没有心愿,年纪那么大,还能做什么呢? 本来想安享晚年,没想到得了这个病,事实上,于慕莲殷不仅晚年过得不容易,童年也过得很苦,父母很早就离婚了,他小时候被人当球一样踢来踢去,他说尤其讨厌妈妈,因为妈妈认识了男朋友就把他扔下,被男朋友甩了又来找他。 于慕莲殷的妈妈叫邓美美,也是一名演员,前年底于慕莲殷住院期间,他便去世了,好友担心影响于慕莲殷的病情,当时没有及时告知其母亲的死讯,由于缺乏家庭温暖,于慕莲殷对婚姻一直没什么憧憬,一生未婚无儿女,不过,他很喜欢小孩,十年前,他将半付身家捐出来,在内地兴建希望小学,此举曝光后他收获了大量好评, 于慕莲殷如此善良,在娱乐圈人员自然很不错,平日里经常有朋友接他出来吃饭,罗兰,薛家燕等人则常打电话关心他,连没合作过的张卫健,也主动捐出八万元给他买药,尽管大家很关心他,但面对身边朋友一个个离世,他早就有心理准备,已经历了平安止,委托安德尊帮忙处理身后事,准备死后捐出全部遗产, 于慕莲殷在薛家燕的陪同下接受媒体的访问,对此薛家燕就提到了早前于慕莲推出的自传《我是一条斗角》,当时于慕莲推出这本自传就曾说过,将不扣除任何成本的情况下,将所收到的所有善款都捐给儿童癌病基金, 而如今于慕莲的这本自传也已经是筹得了五十多万的善款,对此于慕莲也是很感谢一般支持自己的粉丝们以及身边的好友,于慕莲透露身边多位圈中好友如黎瑞恩, 官菊英等人买了一两本便已经捐了一万块,对此在一旁的薛家燕更是笑颜,那我也要捐一万,而在于慕莲的这本自传中,除了有过往于慕莲的种种经历之外,当中也是有很多非常珍贵的回忆, 而说到于慕莲所做的善事,他可不仅仅在这一次推出自传所做的事情,多年来他其实是一直默默做着善事,把自己的退休金捐到了内地贫困地区新建小学,尽管于慕莲的身体大不如从前,他还是继续坚持着做善事,这样的行为确实是非常值得大家尊敬, 说到于慕莲的身体,他因肺纤维化而留院了有半年的时间,同时因为长时间睡在床上,背部位置的肉都已经是坏了,实在是让人非常心疼,于慕莲表示医生称已经是没有可以好转的可能了,同时现实的于慕莲还需要半年就用一次标板药来控制病情,现在的于慕莲所希望的也不多,仅仅只是自己可以独立生活, 不想要再回到一直躺在床上的那种生活,这便已经是足够了,90年代香港人吵架杀手锏,你还瞅过于慕莲,后来,他的名字被遗忘,人们干脆叫他,TVB御用垃圾婆,手带油污袖套,满头风霜白发,在垃圾堆墙皮,在楼道口踩水平,像一只上了年纪的流浪猫,于慕莲自诩,演垃圾婆,我从来没有对手,除了垃圾婆, 她还演乞丐,老宝,丑妇,八婆,越落魄越快乐,越邋遢越笑话,观众就是喜欢看她出球,打脸,披头散发,丑人多作怪,就连周星驰都要把她打造成像亮仔所稳的富态,血盆大口,故作风骚,观众嬉笑,于慕莲也大笑,我喜欢拍喜剧,多丑都没关系, 因为我是一个演员,但她总会补一句,其实我不瞅镜头转远,墙上贴着一张泛黄的黑白照,一个小女孩浓眉大眼,卷发娇俏,坐在沙发上,像个小公主 1937年,于慕莲在广州出生,那一年她妈妈邓美美刚满16岁,于慕莲谈起妈妈,顿时笑意,她很美,但她不要我,而于慕莲,是多余的鱼,连累的连,妈妈叫了新男友就把她赶回广州,爸爸找了新老婆又让她滚回香港,小时候,于慕莲就躲在那些渡海木船暗无天日的甲板里, 随风飘摇,妈妈缺钱,她负责找邻居哭残借钱,妈妈拍戏,她负责提袋打杂,有时能捡到一两个跑龙套来演,当时,她的名字还叫于智雅,亲妈觉得不够富贵,于是借来港都夫人的名字,慕莲,但借来的福气,命力无时莫强求,于慕莲17岁才小学毕业,她去电影院做服务员,去百货公司做售货员,三餐不计, 百样艰辛,于慕莲有歌包美,长得好看,歌喉清亮,被乐剧名铃收作门声,她便常去捧场,姐姐一身寒酸不一,妹妹满头红妆亮片,丑绝与花旦,同人不同命,于慕莲信命,但不认命,她跑去TVB演跑龙套,第一次被记得的角色,是麦于婆,那年她36岁,正式做演员,为了演一个戏份少得离谱的角色, 于慕莲去菜市场蹲了一周,连头发丝都是于林,八九十年代,娱乐圈放眼尖美人,唯独缺丑女,于慕莲毛遂自荐,一起绝尘,回忆昨日,她沾沾自喜,当时,最亮是钟楚红,最丑是我,她给所有喜剧跑龙套,把垃圾婆,乞丐婆演的行神俱备,于慕莲把一分一毫攒下来, 硬生生买下了一间房子,于慕莲开心,活了半辈子,终于有了自己的家,她这一生,没谈过恋爱,或者说,不敢谈恋爱,年轻时,有人追求于慕莲,给她写情信,她看都不看就撕成碎片,她不是铁石心肠,只是害怕受伤, 其实,早在二十年前,于慕莲就和妹妹交代了后事,我走后,你把我的财产全部捐掉,把我的骨灰洒入海里,只可惜,妹妹今生无法帮于慕莲完成愿望,2007年妹妹交通意外,伤重不治走在了于慕莲前面,那一天她悲痛欲绝,我现在没有亲人了,七十岁,没有父母,没有爱情,没有家庭,连唯一的亲人也不辞而别, 老来多健忘,甚至于慕莲有时会给妹妹打电话,听到空号才醒过来,妹妹走了,只剩下自己了,这个孤寡老人,做出了一个匪夷所思的决定,在TVB演戏30年,于慕莲得到一笔长期服务金,说白了就是一笔勾销的退休金,连头带尾二十万,这二十万就是于慕莲的棺材本,她却拿出三分之一交给了友人,这八万元,够不够起一间巡视, 于慕莲这辈子唯一遗憾,读书太少,她不愿孩子们走自己的老路,不想其他人像自己一样凄凉,她像是雪夜里孤独的旅人,烧掉自己衣衫,为旁人取暖,只愿老天爷有眼,能让好人平平安安,逢凶化吉,于慕莲演了一辈子丑女,却早在此生中,成就了最美丽的女主角, 或许,于慕莲的名字会被淡忘在远去的岁月中,但那片群山,却总有人谈论着她的故事,正如尼采曾说,我爱那一种人,他们不像星空的那边,寻求没落和牺牲的理由,他们只向大地献身,在此希望于慕莲的身体情况不会再恶化,每天开开心心地度过晚年生活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